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来之前 这个田路我当时只知道它是一个挂壁公路 但是背后的他们付出了多少艰辛 下了多大的决心 真不知道 在耍哈 杨栋梁 今天在搞这儿工的 今天啊 学不许红啊 你有好多同志啊 没有 我自己有十几同 我名字叫杨志涵 今年多十九岁 原来不学路 只是我们真的是穷得连年饭都吃不起 也就是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 那都是尖条背磨 背枯了 原来我们在这儿人没修徒的时候 走到我们那边下河 再上那个坡 再拔上那个梁子 再下通城 再下县城 大概要走一十三个小时 家里很穷 连电筒都买不起 我们都是相伯说捆着河巴 捆着农场 早晨在两三十钟就起身走 背去走 走到那个位置凉大 就把河巴除去 它就搞快了而已 我们老百姓商量的呢 要为自身后代着想 下一代的自身 自身要抹除我们老一辈人物 不管是好大的困难 好大的难度 把这个生命来换一条工作 两千亿年的上半年跟政府打的报告 下半年我们就开始修 打到两千年五年才从这儿 刷笔工农来上 我们是栓起保险生 那人是做吊齿窩筐 弄起唇水 除了生病的时候 一年三百六十年整天在这儿打 打了五年 现在这个路口通大 对我们老百姓很大的变化 养鸡 养山羊 养毛猪 全都能奔钱 再以后引进这些游客们 他们想来说 我们带来一些经济 天路通大进来的游客多大 它让和平空间工作 有更多的好路可以走 我们的相当位政府的话 准备在天路这个地方 建设一个旅游街的中心 以后还会终于打造录音中心 以及我们的龙根博物馆 今天几个工作了 今天七个 七个啊 你们只有你们三个 三个 没有三个 像这些都 这个手杆都是打断了的 我就是修这个路 就是受的刷伤 还好的就是受伤为个人 在我们这个地方原先的话 是有蛮艰难艰苦的地方 除县城里面的话 都要待几天 当初的时间根本就没考虑到我 摩尼上的那种后果问题 哪怕就是我失去这个眼睛 根本就是还不是摩尼说后悔 把这个这条路打通了个后 感觉的还给以前的心情状态还要好 因为什么样的 我享受到的 修了这个路的话 比以前方便多大 让的有山羊啊 村民啊 都能变成全 生活条件的话 好卑士卑大 这条路通的 见到村民的感受的话 最直接的就是他的腰包姑了 精神上他的那个发展的希望更明确了 因为很多在外面发展的本地人 他也前回来发展了 回来的人就更多了 小大哥 那个 你好 你那个样子准备的 大开在准备当中 十一月节奏 十一月好 所以我这个是以前的老屋不能去盖 所以说矮的我都给他刷一个 写一个东西 啊 细节里都注意到的 我们基本上就是 每个屋一道的 我们的卫生间 卫生间有单独的 卫生间有单独的 多的卫生间 小大哥好 就是之前 你主要是在搞些啥宅 之前我就在卫屋起县 就给那些工地老板 开装载家 挖家 就搞了那些行李 去年过后回来 到今天的疫情 我们都到老家来 整个我们的小园子 搞个农角路 是蛮开心的 我们这个地方 以前交通必在 每家每户的 经济来源的比较有些 都是出门打工 只能到我们这个路 我们打通过后 我们看出现在 这个游客越来越多 全国国地 还来自外国人都有 搞了个农角路 也是给一定的家庭收入 也带来一部分 买其他的衣服 给外地有开来 能够提供 一些吃素 方便 就是那种态度 让我们不够钱为止 我家的话 天天都有那么一 两桌两三桌吧 来 生意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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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那个 刚刚说那个小龙家一会儿 欢迎下次再来 以前我们这个位置 就是看不出什么希望 从我们这个路修通过后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 所以现在我们这 逐渐逐渐的人 愿意恢复起来的 恢复那种 心急勃勃的感觉 我们搬走啊 在这个位置 一开我这个老家二十亿年 搬回来过后 都不可能 再搬去走了 这个地方都是 永远就是我的家 但是我们修路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没想到 还能喝到现在 我们修路的时候 我们根本就没想到 我们根本就没想到 还能喝到现在 我们修路的时候 还能想到第二个户 想耍就耍 想赠就耍 想赠就赠 想赠就赠 这个条件那么好 我们是相当开心 人品事业的胆子大 挂就功都不害怕 天不良就起床 背起大也往上扛 走到温定采的凉 中温有清泡河巷 往往下一看 直滑透 我们修程工作大家走 中温定采的凉 中温定采的凉 中温定采的凉